我們上次是第12次 今天第13次 裡面主要是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 就是開放資料 CSV的部分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這個CSV 目前網路上開放資料我講過台北市政府的 關鍵是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 裡面的話當然有很多種檔案格式 不過目前 看起來用的最多的 最普遍的大概就像類似CSV 或者像Jetson這種檔案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從 網路上把它撈下來 那在那個Python裡面該怎麼處理 裡面的話當然 我們第一個會遇到的難題就是安裝那個Request 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模組 或者叫套件 那這個安裝的方式 那可能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說像 VPA就沒這個問題直接就有了 因為本身就就已經是裝在裡面 但是呢在 因為那個Python 它必須要去安裝 然後我們用一個指令叫PIP 它會是在那個Python那個目錄裡面有一個 Scripts的目錄裡面有一個執行檔 那為了要執行這個動作 其實你要下指令 當然比較麻煩一些 怎麼做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如果說你不用打 你假設你要直接在上面打 PIP Install Request 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要設定一下 環境變數 這個環境變數怎麼設定的話 其實 我之前上課有講到 另外呢 我發現了 Python你在安裝的時候 如果你有去 下載Python 你安裝過程當中 它在安裝的第一個畫面就問你說 你要不要 我自動幫你 加入 環境變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在那個 Python安裝畫面 第一個 那個執行程式 還有印象嗎 如果沒有印象你可以 試著再重裝看看 他其實有一個選項 如果你打勾 他會自己幫你加環境變數 OK 不過 那都是細節 有些地方 如果沒有特別說的話 有時候可能同學會 在這地方 不會特別注意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 怎麼樣 在那個Python入境 並且 把資料下載 下載什麼呢 網路上開放的 那我們是 下載那個停車資訊 然後並且把他寫到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資料庫指的是 SiccoLite資料庫 今天的話也許再來我們就是總結那個怎麼寫入跟讀取 其實資料庫裡面 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兩個動作 寫入資料庫 跟讀取資料庫 OK 所以如果這些動作能夠做到的話 基本上 我想 以後應用會比較簡單 其實資料庫不外乎就是 我要把什麼資料寫到什麼地方去 那什麼資料 比如說網路上下載的資料 你不可能每次要用就下載 每次要用就下載 大部分都什麼 只需要 除非他有更新的時候 再重新下載 所以呢 如果已經下載下來的東西 放哪裡 欸 對不對 那如果Excel VBS直接放Excel就好了 因為Excel本身它就是有工作表給你放 但是呢 Python沒有 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利用 叫做SiccoLite 也是SiccoLite裡面的套件 SiccoLite3 它會幫你去建什麼 資料庫 裡面可以放資料表 那我們把資料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下一次就不用再去網路上撈了 就直接怎麼樣 去資料庫裡面把它讀出來 所以基本上呢 資料庫的作用 不外乎就怎麼樣 我可以放進去 我可以再把它撈出來 那頂多就是說有多兩個功能 延伸性的就是我要把資料某一個資料刪除或者全部資料刪除 再來的話就是我要修改裡面的資料 刪除跟修改 不過這兩個可能是 重要性也許沒有寫 就是寫入跟讀取那麼重要 這個當然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所以你會發現 資料庫 實際上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OK 那當然 以SiccoLite的話呢 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自己這邊 所以它是放在我們自己這邊 那不過未來如果說你今天你自己的資料 可是你如果要跟別人交換的話 那怎麼辦 那勢必你就是 可能會需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網路上面 也許你這個資料庫呢 就要擺在這邊 那如果別人要抓的話 便你寫入到這邊 然後呢 別人抓的話呢 就抓過來就好了 比如說你電腦跟別人電腦 怎麼去交換資料 另外其實也可以跟一樣 手機App也是一樣 手機App比如說你今天增加一個訂單進去 店家怎麼知道你有新增進去 所以你需要把它放在一個 大家都可以讀取到的地方 所以這部分的話 像這一次我去 但是這個評審我看到比較多了大部分同學都會用到 用到一個技術 雲端 他們不是放在 網頁的 也許用PHG MySQL 或者另外一種 就是你可以用雲端的 把資料放在這個雲端上面 然後呢 再把它讀出來 這個東西目前 大家用最多就叫Filebase Filebase的雲端資料庫 這個還蠻方便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你不用架Server 直接你就登錄帳號就好 第二的話你只要把東西放上去 然後呢你透過全線的開放 比較像什麼比較像我們 上課講的那個像什麼 Google的雲端硬碟啦 只是說我們雲端硬碟 有沒有我把它開放你們才能看到 那我就資料庫也是一樣 他也開放 你們可以看就可以把資料 所以呢 使用者有個訂單上去的 那店家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所以這邊寫入 這邊讀取 就達到兩邊資料交換 頂多店家這邊這一筆 我已經 賣給你了 那我當然把它刪掉 所以頂多一個Delete 或者是說更改狀態 比如說 他有個欄位是 是不是已經取件了 那我可以修改 比如他未取件 那我就把它改成依取件 True跟False就好了 OK 這樣不就大概啦 所以基本上 你資料庫應用 大概就不會超過 我剛剛講的這範疇 頂多是什麼 寫入 寫入 Insert into Select 再Delete update 其實我們以前用 一個專案頂多用來用去 大概用這些功能 足夠了 OK 你不用說一下什麼資料 學一堆東西 那只是說你們延伸性的 如果你今天用雲端 可是有個風險 你要付費 而且你資料量越大 越付費越多 那這個是問題 不過因為他們是比賽啦 他們流量很少 還不用擔心 所以他們用這個 但未來如果說你可能需要 你可能就是自己要駕站 那要怎麼做 其實 以我們Python 部分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 其實可以用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放在什麼 放在 我後面會講 其實放Easeal 也可以啦 或者放MySQL 有沒有 其實後面第七 第八 第九 有沒有看到 Filebase OK 對不對 都會與時俱進 這東西其實 有有些 也許網路上你Google到也不見得會有人教你啦 但是我就已經幫各位整理好了 所以 盡量我給各位東西 真的就是 不是理論上的 而是實務上的 也就真的是能夠跟 目前應用可以貼近 那未來當然也蠻期待啦 因為 像Python現在也可以 開發手機App 只是說他的工具還不夠的那麼像Android Studio那麼成熟 未來如果說能夠有 有一個什麼模組一個套件 也可以自動幫我們 把現在學東西 再轉成App 然後呢 馬上又可以上架上線的話 哇 那你學東西延伸性就非常的大了 可不可能呢 其實以目前的趨勢來看 Python的 進步的這種 時程來看 應該不久將來會有這東西出現 什麼時候出現我不敢講啦 不過一定會有這東西的 所以你們現在學東西 等於是一個打基礎 那你以後的話呢 你要延伸到任何 的應用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最主要是說我覺得 你學技術 盡量 不要 學的太空泛 然後學的一堆東西 其實最後派不上用場 最好 最好是能夠學的 就是 剛剛好 我們現在馬上可以派上用場 你把他 趕快把他包裝 最聰明的人是馬上把他包裝成一個商品 然後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然後馬上就可以收錢了 對不對 當然因為 很多人都會找我 合作啦 不過我都說我沒時間 因為我現在 志向不是在 去幫人家開發專案 我的志向可能是 教人家怎麼去 成為能夠開發專案的那個人 我覺得可能比較重要 你開發專案其實 很辛苦啦 但是我覺得只要 你願意包裝成為一個套倉 然後呢讓人家知道說你這東西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你就能夠在這個範圍之內 收一些些費用 我覺得是應該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不過還是要謝謝堅持 你價錢太低還是 你算了沒關係 我們不要自己壓低價錢 其實台灣最主要現在那個軟體產業會這麼長 都是因為互相打自己 賺不到錢沒關係我便宜一點便宜一點最後都便宜 然後最後 價錢就壓得太低了 該有堅持還是要堅持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的一個流程 那當然呢我們今天是 把那個6-1 這上禮拜的東西 6-1後面還有一個json的部分 我們今天的話呢 把CSV 再延伸 到json的資料下載 所以請各位 把那個上 上禮拜的那個部分 我上有講過 request安裝 所以我們會透過request安裝 然後呢 主要是透過他 這個畫面都有 那環境變數呢其實我剛剛講過如果你 不要自己手動加的話 其實在python的那個安裝程式裡面呢 也就 有那個安裝喔 所以如果你們 回去看一下 安裝程式裡面 安裝環境裡面 我有把那個python的 哪個版本 python的版本 有一個安裝程式 好像是python的 3.62 你們可以找一下把這個下載下來 那你要看一下裡面安裝的第一步驟 他就會 要你什麼 要你去設定那個環境變數 你就不用重新 去做環境變數的設定 那再來的話呢就把它裝起來 裝在這邊 在之前講的 然後開放資料的下載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要延伸到那個 Jackson檔 所以呢我會取那個也是利用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裡面喔 我們也是找那個Jackson檔案的部分 那其中有一個是什麼呢 有一個是 這個範例是公園 比如說在底下這邊 這個是我們之前做的 把那個網路上面的停車資訊 最後呢把它的 資料全部都寫入到SQLite 那當然未來你也可以把它延伸啦 比如說你可以再把這些資料 丟到哪裡呢 丟到MySQL裡面 或者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雲端上面的那個filebase 裡面 OK 這個還蠻好玩的 如果你想要先玩玩看 我是覺得filebase比較簡單 因為不用架佔 那他的網址在哪裡呢 其實你就打一個filebase就好 file嘛 file就是 那個 這個火那個file file 就把老闆file那個file filebase fileboss 不是 filebase Database的base filebase 這個關鍵字你搜尋一下 然後第一個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filebase 而且第一個是廣告 你就這一個 那他這邊會有個說明 他是創立於2011年 2011 2017 不過6年時間 然後呢他三年後呢 就被Google給買走了 2014年 Google呢就把他買下來 OK 所以這家公司還蠻厲害的 所以 現在filebase的老闆 其實是Google 有沒有 所以他的網址是什麼 filebase.google.com 好有沒有 所以這家公司已經是Google 那也就是說你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註冊 你只要有Google帳號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filebase 所以 太簡單了 太方便了 那你可能需要什麼 第一個登入你的帳號 第二的話呢 你就是 get start 有沒有 get start 就是登入帳號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囉 然後呢 你就可以 他的結構是 他不像說那個 資料庫 是先建一個資料庫 再建一個資料表 再建欄位 那那個是以前的傳統的 seql的 現在都no seql no seql的結構很奇妙 他是先建一個專案 你要先建一個專案 再建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呢 再放他也不是table 他是放一層 有點像資料 資料夾的東西 一層 那這裡面的話呢 你下一層呢 就是 再放你要放的資料 那個資料裡面就是key value 所以他的架構 跟我們以前的認知的資料庫 又可能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細節部分 也許我們會再跟各位說明 比如說如果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快速的做新增 新增跟查 寫入跟讀取 寫進去 讀出來 然後呢 再做刪除跟修改 其實大致上你就會具備有 去控制 filebase的能力 那以後的話 你也可以延伸到手機app 你甚至也可以 我後面可能還會再講 VBA部分 也會再延伸到filebase 所以所有東西都放filebase就好了 以後好處就不用加戰了 如果你資料量不多 因為我記得他的 免費專案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的 連線人數 連線人數不會超過100個 不收錢 第二個呢 你的使用的 流量不超過1GB 應該是一個月啦 我可能再確認一下 那基本上呢 他就是免費的 OK 所以要超過1GB 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 1GB 所以資料能夠傳1GB 那這部分細節 我想你們可以有興趣 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 新專案 專案裡面的話 比如說你要放資料上去 這邊有database 先新一個專案 那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叫App01的一個專案 那裡面的話呢 也許我就放了一些東西啦 那如果我將來後面會講到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在這邊放一些user啦 比如說我把會員資料怎麼倒進去 後面會再講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 也許可以先玩玩看 還蠻好玩的 因為他 基本上快要顛覆很多database 已經快要把以前那個database 很多的概念 又要再推翻了 我發現新的技術就是一個新的革命 以前學過的 不代表你是會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資訊產業很可怕 你以前會的不代表你還是會 他重新洗牌的輸入相當快 以前你學 資料庫的概念喔 你要重新再來 雲端資料庫跟 傳統資料庫 又會是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預告一下 所以有興趣同學 也許可以先看一下我那個雲端 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個 第幾個單元 應該是第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九個單元 file base 都有相關的連結 有興趣可以先看 待會我們來看那個 後面我剛剛講的開放資料 後面的這個 有關json的部分 那我會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一個公元的資料 他是一個json的檔案格式 json的 前面講 json的檔案格式裡面 他裡面 有一些資料 我要把 如何把它抓下來 他裡面包含就是說 這個公元的 名稱 一些相關敘述 等等的 那我要怎麼去把資料 從雲端上 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看一下 我們待會再 接著 來看 這個部分 好